波尔,周启豪开始时不够有信心,40岁后身体不一样 24日是休斯敦士拼赛的第二天,中国队有11场比赛 在后,新华社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中国小将 也询问了波尔击败周启豪的感受 周启豪输给德国酒精沙场的名将波尔 其实不能算爆了,因为波尔的实力摆在那里 走下赛场的周启豪,态度冷静,坦诚继续一筹 但是周启豪说,波尔经验非常丰富 对比赛节奏的掌控,对周启豪的了解都吃得比较准 崩杀了很多周启豪发力的得分点 因此整个战局中,自己打得比较被动,比较难受 周启豪说,他打球有很多灵感,但硬实力还是不足 基本功扎实度不够,回国后会好好扎实的练 波尔说,他已驰骋乒乓乓赛场多年,现在比赛后会感到疲劳 我喜欢比赛,所以我不再抱有过高的期望 而是努力去享受他 追影杀赛后,告诉新华社记者,对手非常有战斗力 且富有比赛经验,但面对自己在休斯敦的第一场比赛 自己没有轻敌,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准备非常充分 因此发挥正常 他说,我希望自己从头再来 从零开始,就要自己去完成好每一场比赛 樊振东说,对手第四局发挥得非常好 而他自己的心态则是不要放弃,一分一分去追,一分一分想办法 对此,樊振东说,无论参加哪个项目 他都会根据时间安排一场一场地准备好 对手都非常强劲 他将全力以赴,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对手都非常强劲